上环是女性就是目前国内计划生育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措施 上环之前首先患者他会咨询大夫选择什么样的避孕方式是最合适的 当决定当这个患者听从大夫的建议选择上环的时候 就要做相应些检查 比如说到医院以后呢 大夫就会告诉他你月经一完就到医院来检查 首先检查一下有没有阴道炎症 在没有阴道炎症的情况下 那你就具备上环的最基本条件 然后查血肠规肝炎性病这些传染病的一些检查 还要做一个B超看看 公腔里有没有别的情况 比如说吸肉啊 内膜厚不厚啊 或者是卵巢有没有其他疾病 需要期待处理一些疾病 这个时候完善这些数前检查之后 就可以上环了 这些人的疾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